聖經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不記得是誰 總之就... 那個男人有點生氣 不想那個女人大肚 那些人其實是迫他要生祭 然後就要求他敦輪 然後他又不想跟那個命令 然後就拔出來 然後就... 在外面用籠子肚子吃 然後就說... 最後是說那個男人是有罪的 被天使懲罰 我先查一下 我記得是有這個故事 應該有類似的東西 想起高主教 高主教是叫大家不要打釘 直接叫你不要打釘 閉嘴 那位狗的東西 我記得當年有個笑狗說話 挺好笑的 你閉嘴吧 你自己什麼都試暈了 叫人不要打釘 你閉嘴 你閉嘴 我... 叫他什麼都沒有試過的 不要試 你自己什麼都試暈了 就叫人不要打釘 你閉嘴 那個人... 那個人就叫做俄南 俄南是猶大和尼亞的兒子 是希伯萊聖經創世紀裡面出現的人物 創世紀... 我很早... 即是舊約 都猜了 這些比較相對聽樂無理的規矩 俄南的兄長 死於天顯 由達按照希伯萊的習俗 要跟他哥哥的老婆 搞事 傳宗接代 但是因為俄南知道生了兒子 要過計給哥哥 所以就跟... 所以就跟... 跟阿嫂搞事的時候呢 就故意這個... 就是... 拔出來 然後就開始打釘 對外射擊 然後就用這個... 然後就在外面使用這個龍之徒性 ok 然後俄南明明跟阿嫂搞事 但是... 自私地克爾 不讓阿嫂大肚呢 那麼耶穌就認為 這樣是罪惡來的 所以俄南呢 就死於天然了 哈哈哈 就是這樣啦 故事就是這樣 想不中出 就拔出來啊 你自己打釘的 所以... 你還要死啊 所以我提提大家 如果你... 你現在入天主教 大部分時間 有人說的故事都會說新藥 因為舊藥他們都知道 很多東西都不懂 不...我記得舊藥 好像還有... 神經病的嘛 是啊 不知道你是老豆弄的女兒 還是怎樣的 就算... 如果他跟一般教 信眾去講經的時候 通常都會講新藥 或者舊藥都要抽一些 合理一些的故事 不然很多都不懂的舊藥 這個時間又要幫大王宣傳 記得聽這個666以前 講埃及那些集數 對利羅河打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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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什麼... 什麼... 飛上個天道鬥打釘 哦... 對對對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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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大和耶穌飛上個天道鬥打釘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嘩... 這件事好屎屎喔 兩個好像發出超級沙亞人的氣色飛上天 啊... 然後兩個... 然後兩個發著那個飛上天的那樣 記得聽那幾集 什麼埃及那幾集啊 好像... 我聽... 好像還沒聽完 法佬才可以喝了 對 法佬會對利羅河打釘 對 法佬對利羅河打釘 對 對 但其實... 按照故事來說 我呢... 即是... 耶穌是... 覺得他有罪的原因 是因為明明都搞了東西 但是你就... 耶穌還是上帝 這個是舊的故事來的 耶和華 耶和華 耶和華就是上帝 耶和華不是耶穌 耶和華就是上帝 耶和華就是上帝 上帝... 對 上帝... 即是那個理由是因為明明搞了東西 但是你故意不給他大吐 所以才是惡 即是你說搞完... 搞完沒有大吐 都沒有辦法 但是你... 你是特地... 你特地不給他大吐 就是... 就是罪惡 沒錯 那你... 你...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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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 對外使用龍之套式是... 是... 即是... 即是你打釘那種 就是你刻意不給你的子孫去... 去令人懷孕 所以也會租天賤 即是根據他的理論 就是... 即是... 他有個前提就是... 明明搞了東西嘛 是啊 即是按照故事的說法就是... 但是... 即是我現在單純... 單純... 就這樣打釘的話是應該... 應該... in... in a sense 是沒有... 即是沒有那個前提在在... 即是我沒有明明... 如果你說正式聖經的話... 我... 我... 我沒有看完的... 即是我以前... 因為回教會學校都看了... 看了不少內容 但是... 未看完... 但是我看那些內容好像就沒有明明... 明明寫明說不行的 但後來那些... 即是全教士自己的詮釋 就通常都會說... 你... 你是壟斷了他們... 化為生命的學校 就是剝裂了他們可以成為生命的權利 是啊 所以... 所以... 所以就不可以打釘了 所以你看看那兩隻手不是白色... 兩隻手是充滿... 是鮮血啊... 我... 我就血腥 對... 真的很恐怖 這樣數個台之後會打... 自釘... 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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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些什麼啊... 看到那些... 素食者... 看到那些什麼素食者... 說那些什麼農場... 你叫什麼... 說那些增闊啊... 哇... 立刻吃兩包薯條... 定一下經驗 立刻吃到六番茄... 撐一下雞... 定一下經驗 就這樣叫做一包裝...